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哲涵说 用最简单的花术教授 迷洋吉他以及玉里的那些事 我是迷洋海郎 你真的看得懂 谱子里面 E等于C这个概念了吗 今天呢 我们来圈个有用的指法 我们经常会拿到一种完整的谱子 比如说原调E等于什么 选调E等于什么 然后呢 会跟着 变调价加极品 英文的话 缩写C-O-P-A等于极 对吧 那么这个是代表了 变调价加极品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一定要理解 原调E等于什么 这个概念的话 是原调的音高 也就是说原作者原唱 唱的音高 是在这个调上面 我们打个比方 E等于F吧 那么它说明 原调的音高呢 就在F调上面 那么选调E等于C呢 这个概念的话 就是选用了C调的指法来编配 一个是指法 一个是音高 两个概念 千万别搞错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也关系到什么 关系到后面 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会听得懂 比如说我在前面 视频里面 发表了两个版本的女儿情 对吧 有些人的话就开始质疑了 对吧 特别是我在谈 用C调编配的时候 编较夹夹了良品 对吧 然后他就开始怀疑了 他就说 用C调编配 你跑调了 什么意思 因为他看到了我夹的这个良品的位置 但是他没理解我说的这个话 我是采用了C调的指法来编配 而不是采用了C调的音高来编配 这个才是重点的理解思维 清楚一点 就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理解清楚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要回复一点了 很多人会亲密C调指他手 对这个话呢 我是理解的话是一半对的 一半错 这是为什么 一半对的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确实在前期 我们练吉他弹唱以后 就是以C调和G调先开始 因为C调和G调的 它的指法呢 可以做到简单 方便我们初学者去练习 去弹唱 那么其他调的和弦呢 因为涉及到了 不只是一个以上的大横按 因为C调的话是一个大横按 F 对吧 G的话是一个 BM 对吧 这种只有一个大横按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了 指法的概念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性的偏向 我另一半的这种理解 就是错的 因为C调的指法 不单单是在这个位置 后面的指法也很多 我们举个例子 成都吧 是吧 大家都愿意弹唱 最简单的方式呢 让我脚下眼泪的 不止昨夜的秋 对吧 一三四五嘛 这样弹唱是最简单的 那有些时候这个F的话 我们用F面积器来代替 一个大横按都没了 那我们说还是正统的 就是F 一个大横按 那么其实我编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变成 大横按 逐渐增多呢 它也采用了C调的指法呀 比如说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止昨夜的秋 是不是两个大横按了 我可以变成三个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止昨夜的秋 这样子的话 也是C调的指法来编配的 它就比原先的 所谓的在这个地方的 要难上好几个等级 特别对初学者来说 所以说呢 这句话是一半对一半错 那么还有一个 我就是回复一下 就是在我发表 两个女儿情的版本的 独奏区里面的一些 情有的一些疑问 就是说我在说话的时候 比如说我第一个版本 是用G调来编配 对吧 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是采用了G调的手法 也是G调的指法来编配 而不代表音高 另外一个视频里面说 我这个版本是采用了 C调来编配的 但是有些情友呢 看到我在谈的过程中的 诶 变调的假的良品 他就说你跑掉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 就要回到前面的这个理解方式 就是说 我跟你说 我采用了C调来编配 那么他理解的话 一定要这样理解 就是我采用了 C调的指法来编配 而不是采用了C调的音高来编配 就这个理解方式 对吧 我C调指法 我夹在里谈的是D调的音高 对吧 那难道我说错了吗 不是 是理解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他不明白 或者他阅理学了只有一点点 然后去质疑别人 去喷别人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人的话 我觉得在现实过程中 他也是这么一个人比较杠 杠的觉得是自己的权是对的 其实我现在这个年纪 不容易跟别人杠 在看别的视频的时候 错和对 我都会在脑子里想想 他说的是不是从这个方面理解的 还是从那个方面理解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说 在用编条夹的时候 它也不是代表low的一个表现 因为有的曲子 它编的时候 就是采用了某一个调的指法 然后达到另外一个音高 这样的指法去安排 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各个调指法不同的话 它的和声效果稍微会有一些变化 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赵磊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他就是用了C调的指法去走的 就是伴奏 它是圆曲 圆伴奏 那么C调 有些人是唱不了 特别是女生 对吧 那么肯定要变条夹 比如说夹二品 夹三品 对吧 那么有些人说了 你如果说用D调唱的话 直接用D调调的和弦去伴奏 不就行了吗 这一点的话 我要提出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用D调调的和弦的指法去伴奏 其实效果的话 还没有变条的效果 更贴近于圆曲 这是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和弦 比如说我变条夹夹二品的话 它也是采用了C调的指法 也就是C和弦 那么我不用变条夹 我用这样子去按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这个手的话 是代表了变条夹的这个位置 我们用C调的逻辑思维去理解 就是音阶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去看它的音阶的分布 从上到下 就是RE 声发 拉 RE 声发 这个是它的音区的分布 那你夹变条夹的音区分布 采用C调的逻辑去谈的话 它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这个D和弦 那么D和弦它的音区的分布的音是什么 RE LA RE声发 那么我们在弹和声的时候 53231323 或者说在532123 弹出来的音 它有一些少许的变化 而往往是采用了C大调的指法编配 更贴近语言曲伴奏里面的那个音响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有时候大家千万别看人家夹变条夹 采用了一个C大调的编配 有可能往往它是更想贴近语言曲伴奏和声 那个效果而采用的 不是说它不会弹其他调的和弦 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么还有在编配指弹曲的时候 它也有一些思维的变化 那我们来看这个女儿琴的这个在C大调里面的指法的安排的话 跟和声的搭配的过程中 它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比如说我们看 这是说是女儿琴的全旋律音的话 第一段我们是 对吧 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位置给它去配和声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法配了 第一个和第二个音就 Sol La Do 好 这个抖音的时候 我们去配和声的时候 根本就没法配了 就是按到圆曲的这个旋律音来走 因为这个抖音 我们是要去配C和弦的 你C和弦是这样按 对吧 那么如果是去什么配呢 用这个缩音吗 转位 对吧 你转位的话 你看这个声音 这个一弹的话 你根本就听不出来这个抖音弦律音的存在 那么我们要提高八度音 去给它做这个旋律声部 然后呢 和声呢 才就可以感觉得非常清晰 比如说 这个抖音 对吧 Sol La Do 你看 你是不是耳朵 马上就听出来这个旋律音的感觉 那么在既大调编配里面的话 就不需要把它升高八度音去弹 这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 这个抖音 Do Re 对吧 Sol La Do Re 它其实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索拉 抖音的话是三弦的空弦 那我G和弦的话 是这样按的 那么其实G和弦的这个 低音和这个抖音 会让你听得非常清楚 你看 你抖音听清楚了没有 听出来了没有 所以说它不需要升高八度音来弹 不需要升高八度音来弹的时候 它的高音都在这个位置 那么 所以说它就不需要跨出太高的法位 去做它的旋律音 也导致我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 选择一些最基础的和弦就可以了 所以说用G调编配的女儿琴里面 就比较简单 因为它全部可以用三和弦来走它的和声步的 大家有没有明白 因为其实纸弹曲里面 和声是为旋律音来服务 当我们在听一首纸弹曲的时候 如果它的和声步是一个比较弱的表现 然后旋律音是一个比较强的表现 那么这首纸弹曲 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独奏曲的范畴 那如果说在弹的过程中 和声步和这个旋律音 你都听不出来的时候 那么这首编曲它是失败的 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聊了执法这个概念 我希望初学的情友们一定要把它理解清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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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